九流这个词语,经常和三教连在一起用,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个词。 三教九流,这两个片语组成的新词意思是, 泛指宗教与各种学术流派,是古代中国对人的地位和职业名称划分的等级。 喜欢看古典小说的朋友,一定会知道,三人两拍之中,经常出现三教九流这个词, 而往往带有贬义,那为什么这个数字,一定是九呢? 为什么不是虚或者八?这就和中国评判人的等级传统有关。 东汉时期的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在写汉书的时候,虽然是一部断代史, 却别出心裁的写了一个汉书古今人表,他把古往今来的有名人物,分成了九类。 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所以九流也就成为囊括世间所有职业的代名词。 九流,指尊卑不同的九种身份。 由尊之碑依次世,帝王、文士、官吏、医补、僧道、士兵、农民、工匠、杀甲。 社会地位上的九流,又细分为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 上九流。 一流佛祖二流仙,三流皇帝四流官,五流烧锅六流当,七商八克九庄田。 简单说明一下,一流就是佛祖释迦牟尼,二流就是原始天尊一类的道家神仙。 三四流大家都懂。 五流烧锅指的是酒厂。 传统社会酒厂是最大的工厂。 所以地位上低于大小官吏。 区居第五。 六流当指的是当铺。 七流是商甲。 就是做买卖的人。 八流克指的是地主。 家里有大片土地的人。 九流庄田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 中九流。 一流举子二流一。 三流风水四流P。 五流丹青六流像。 七松八道九秦奇。 虽然有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的句子。 但是读书人只能够占据中流。 风水指的是风水先生、阴阳先生。 P指的是P八字的算命先生。 丹青指的是书画。 相是相是,看相那人。 其他的就都明白了。 下九流。 一流乌人二流昌。 三流大神四流帮。 五流剃头六吹手。 七戏八盖九脉堂。 乌人指的是画符念咒招神虚鬼的乌师。 大神指的是以跳唱形式致病的神仙附体的神巫。 邦指的是耕夫。 吹手是只吹鼓或者吹喇叭的人。 麦唐指的是走街串向吹唐人的人。 当然这种说法只是其中一种。 还有几种暂且罗列如下。 上九流。 帝王、圣贤、隐士、同仙、文仁、武士、农、工、商。 中九流。 举子、医生、乡命、丹青、书生、秦习、僧、道、弥。 下九流。 师爷、牙差、生秤、媒婆、走足、食妖、道、妾、昌。 上九流是。 一流佛主二流先三流皇帝四流官五流买卖六庄田七偷八道九要钱下九流氏一流称二流斗三流屠户四流套狗五流修脚六流剃头七流唱八流唱九流吹手